有一位年轻人 他坐着船到外地去 突然之间海上刮起了大风 船呢就在风浪当中慢慢地沉了下去 还好他被风浪冲到了一座荒岛上 他飞着风浪 他非常的孤独 天天地期盼着有船来救他 几天过去了 没有船来 年轻人知道 如果我再这么苦等下去 可能等于自杀 于是他在岛上建造了一个简易的家 用木头做了一些家具 天天就这么生活着 并天天期盼着有船来救他 有一天他外出去找食物 忘了熄灭火源 一场大火把他辛辛苦苦建造 唯一生活的家 全部烧光了 他回来之后看到一片焦土 悲愤焦家 他非常绝望 非常绝望 他觉得自己根本再也活不下去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第二天 一艘船开到了这个岛上 把他救了上来 他问这位船长 船长 这么长时间没人发现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这个船长说 好 我们是因为看到你燃烧的烟火 我们把船就顺着烟火开过来了 年轻人大惊 没想到这场大火 竟是救他命的根源 人生就是在得失当中活着 我们有失才会有得到 有时候菩萨在救你的时候 让你感觉到不理解 还有些痛苦 但是最后的结果 就是你得到了营救 如果你不懂得悲伤 你就不懂得真正的快乐 所以学博人看到悲伤 就是你生命转机的开始啊